范女士说 一月份通过一个推销电话 得知了这个记忆学集训营 当时抱着试试看的想法 去试听了一节课 觉得还是可以的 她当时就是随机抽了四五个小孩出去 通过他们的这个培训啊 大概一个多小时 然后回来以后呢 就是对那个教书上的那个英语单词啊 可以随便抽背 就都能背出来呀 因为当时那个环境吧 那个氛围吧 让你就是就会心动 范女士说 她的孩子当时没有被抽中 她也没有亲自测试 那几个接受培训的孩子 现场看到这样的效果后 立马交了12800 签了这个集训营协议书 按照约定 孩子在1月23号到28号之间 将在一家酒店 接受为期六天的封闭式训练 她就是说六天训练以后 就是我们小孩子可以 她说五年级下册的英语单词可以倒背如流 就是你随便怎么抽 然后古诗文就是五年级的古诗啊 这种应该背的东西都能背 最后一天就是第六天 我们家长是可以到现场去节营的 节营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考核的 如果考核不满意 他们会怎么样退费啊 或者怎么样的 我们现场是没有去 因为培训是六天的 到第五天的上午通知我们接小孩 她说疫情原因要取消这个培训了 小孩子回来以后呢 就是我抽杯了一下单词 这些都不会 协议中并没有量化训练效果 范女士说本来想着自认倒霉算了 但是看了教材后 她生气了 对于这本训练营发放的教材 孩子小乐的评价是 这本教材对小学英文单词做了拆分 比如英文单词课程 把字母C按形象比作月亮 LASS 谐音为拉屎 记忆方法就是 上课时不能到月亮上拉屎 比如单词运动 切分出的S相形为蛇 PO拼音为婆 RT 取首字母发音为热天 记忆方法为 蛇婆婆在热天带着小蛇去做运动 再比如单词粉色 前两个字母按拼音发音 后两个字母按首字母理解为难看 记忆方法就是 粉红色女士放的屁真难看 我看了一下教材呢 我是很生气的 我生就能背出的 然后就没必要 就没必要把它拆成 这样去来寄了 后面那个当然你背退了吗 就有几个不行的 然后也没怎么那个 然后就突然发了个口罩 说什么 有什么疫情要检查什么的 然后中午吃个午饭 最后一天就让我们回家了 午时就是让我们画这种图 然后然后来什么那个 就是图也是你自己画的 对 老师有教一些方法 比如说怎么画会好 没有 小乐告诉记者客观来说 她认为另一本教材中的思维导图 还是有用的 范女士觉得这样的教材和教学结果 完全达不到预期 她要求退费 这样的英语单词背诵方法 大家觉得效果怎么样呢 我们也带着这个疑问 一起去听一听 培训公司是怎么说的 记者找到了杭州 京城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大门紧锁 范女士博通了一位 负责受理投诉的 朱老师的电话 就是你把她名字发给我 我看是不是我们学员好吗 那是的呀 我都给你打过电话了 我先查询好之后 给你回电话就可以了 另外还有几个问题 希望您一并记录一下 主要是学员家长 一会质疑咱们这个教学方法 教学方法 我想这么说 要不要还金也好 就这样的 就是我希望你能做些正面的报道 为什么呢 这个学员在营集间 我知道这个 当时工商局 他给工商局投诉了 教育局投诉了 就他可以在一天把钱退了 其实对于中学 我很想把钱退了 他那是把课全上网了 说要退款 我希望你有个正面的报道 朱老师 您不是不认识他吗 不是说 就是我知道 朱老师认为 把课程上完之后 再提出退课 这事办得不厚道 如果对方不认可课程 应该第一天上课时就提出 他每天都可以来看孩子 每天可以看来看 你们不是封闭的吗 封闭的 你都不让我们家长送到酒店 都不告诉我们在哪里 银地在哪里 我必须要跟这家长说一句话 什么叫不知道在哪里 你去过银地了好不好 我去过银地 是我要求退款了 你们才告诉我银地的 到了银地也不让我上去 还叫什么那个 你们老师就把我们拦在酒店门口 这句话全水来自于丢名之说 我只能这么说 就是第一点 他来银地之后 你知道吧 我们是不可以继续停课的 你可以在外面 外面是可以全程停 为什么越加上来得多 都进去的话 来回总统 那么对于范女士质疑的 英文单词的拆分背诵方法 朱老师又怎么看呢 这个叫鸡蛋里招石头 你知道吗 一天体验课 你可以问孩子想不想学 学给你退了 你最终不就为了退款的问题吗 之前我就要求退款的 他说就是一直跟我说 这个学习方法是很好的 我们不在意其他的东西 我们就看效果 要不要缓解媒体卫视 你需要弘扬正能量 我们做企业 对于我们这些企业来说 我们该做 我们做好事做实事 脚辣实在帮助人 我们提醒孩子 学习素质能力 我们知道是能力 是智力是脑力 什么叫弘扬正能量 他敢不敢把这个教材拿出来 公众于是跟人家说 这就是正能量 朱老师建议 如果范女士有不满意 去走司法途径 一切按照合同办 范女士说 她已拨打过12345热线 接下来会去市场监管部门 实名投诉 188黄金眼记者报道